大家好,我是娜娜,今天在东城区的老胡同里边走访 遇到一位68岁的大妈,大妈特别健谈 她说呀,她有30多年的功龄,退休金不是特别高 但是身体好就行,人老了不能往医院送钱 那大妈是做什么工作的呢?退休金又是多少呢? 那大妈您年轻时是做什么工作的? 房管局的 房管局的? 她这房管局属于是事业单位 那您这个退了休工资应该高,这事业单位 原来那一千多 您退休都这么长时间了? 2003年退的 2003年退的 那可是您,您今年多大呀,大妈,看您特别显年轻 68了 哦,不像哎 真不像 房管局干了一辈子 我们那04年退的,现在都70多了,72了 可是 牛的凤哥多的一个,一个同龄吧 是啊 我们老头说这72了,一说的72了,不来七,觉得是大了 都想年轻点,这个大爷那个还是心态比较年轻,不能说他老 得溜达溜达哈 老睡觉 我说你 得溜达溜达哈 老睡觉也不好 是 我这一天的长毛豆狗的我泡多汤 好酸子的 越溜达越没毛病 嗯,我这脚趾都合适,都不够 哎呀,那还挺好的 钻趾不够,我那个没箭头 这就是福分 哈哈 这个要吃个香蕉苹果的 他不敢 是,这想吃什么吃什么,这就福分,有口福 哈哈 那您这退休金应该也不低 4000多 4000多 也行,够花了 大爷退休金再有个五六千就够了 他也够五千了 嗯 行,挺好 身体,就像您说的似的,身体好就行 嗯,就给我月送钱去 是 大钱,一瞧便就不够 身体好不去也最好 那您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就在房管局上班啊 嗯,我们那会儿,七几年,还老师界都一块分这个 哦 哦 那老师界的,六八的,六十几年的,六九的,六八的,都给分了房管局 哦 有的还插队呢 讲话,没有三高,挺好,这身体就 嗯 想吃什么,还能吃什么 都不高 那什么都不高,还行 是 那您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那个,这种,这个,这单位应该比 普通的那些工厂上班要工资要高 那会儿倒是四十多块钱 哦 四十四 四十四,比较多两三块钱嘛 啊,四十块钱 您哪年参加的工作呢 七二年,七一年 七二年,七一年,那会儿就四十多 那会儿二十多 那会儿二十多 哦 初三毕业了 哦 是 那您这工龄也不短 三十多年 三十多年工龄 嗯 真好,真棒 行,小五千块钱也够花了 嗯,一看您这个,呃,心态呀,就是特别知足 我看您这面相特别善良的大妈 哈哈 够花就行 笔上不足,笔下有余,多好 对,知足常乐 像,像您这个年纪的那个,推休金算高的呢 还有三千多的 是,可不是还有三千,还有两千七八的呢 二十多年以下的,不到三十年呢 嗯 就是三千多 您这是 小五千块钱 嗯 差不多 四千四百多 四千四百多 可不像您这年龄算高的 那些什么 再涨了呢 四千六 是 年年涨,多涨点 哈哈 涨百分之五 足就好,看您特别知足 哈哈 反正钱够花就行了 花了,花了,我老婆 花完了就又来了 是 那钱就得花 是 花完了之后就得涨点 花完了就涨点 是 反正是够花的 老天给你多少钱 命里带来的是吧 命里有多少钱 吃多少饭都有处了 天天开开心心的就行 就是你活好当下就行了 对,是 就像大妈所说 人得知足 知足常乐 活在当下就行 每天天开开心心的 有一个好身体 不往医院送钱就可以了 大妈活的明白 为大妈点赞 也祝大妈天天开开心心 健康长寿 好了 那这个视频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喜欢娜娜的呢 给娜娜点关注 点赞 娜娜继续带您游北京 逛胡同 听别人的故事 品自己的人生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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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